女孩为了供姐姐上学 甘愿去情趣店里表演跳舞 原本这都是出于好心 谁知道她的视频曝光 被上学的四个混混们给看到了 四人当即找上了姐姐 并逼迫她做一些其他事情 如果不做 他们就把视频散播出去 让女孩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由于姐妹俩是双胞胎 所以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同一个人 不过也就在这时 姐姐却知道了妹妹的秘密 她找到了妹妹的工作地面 并大声痛骂着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学校同学都已经告诉我 他们把你跳舞的视频拍下来威胁我 晚上必须跟他们去学校后山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影响到你 我去帮你把手机要回来 你怎么样啊 我只有办法 一般人不理解也就算了 没想到姐姐也会因此而困扰 妹妹独自前往了后山 想要从几人的手里要回视频 可谁知道 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过 姐姐原本还有些生气 不过随着妹妹一去不回 她的心里也着急了起来 于是她来到了后山 并拿出手机打给了妹妹 但不曾想 声音却从地下传了出来 姐姐 小姐 小姐 姐姐心痛欲绝 她将所有仇恨都发泄在了四个禽兽身上 通过精心策划 她已经连杀了三人 而最后一人也难逃命运 但至于现在 没想到颂扬的出现 直接打破了她的所有计划 并在这情趣店里 找到了伪装成妹妹上班的姐姐 眼看对方要跑 颂扬急忙追了出去 可这一间一间的小屋子 找起来真的属实麻烦 就在这时 随着一间屋子的打开 她看到了被迷晕的最后一人 颂扬想解救对方 但突如袭来的御手 直接将她也迷晕了过去 等再次睁眼后 意外的反转出现了 一直晕倒的混混 偷偷醒了 趁着女孩不注意 直接一石头就砸了下去 眼看女孩都要被打死了 好在关键时刻 警察终于是赶过来 对方想跑 可已经是都晚了 混蛋被抓了 姐姐也被送往了医院治疗 原以为案件的结束 宋阳的生活 也能继续回归平静 谁知道在她的背后 一个神秘人却盯上了她 不过神秘人也要等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